一版过去国际综合性运动会代表团名单公布方式,国家体育总局前天一外地对今年亚运会代表团名单进行公示,以这种全新的方式来改变以往被外界认为的不透明看法。 值得一提的是,这份原本《阳光这路》的名单,最终还是因应伤太多在短时亮相后被撤下,经过修改后昨天又重新登上总局官网,广州预报全媒体记者白指标参赛名单公示,值得肯定尽管这份2018年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名单现在公示的新版和前天公示的旧版在内容上有所出入,也进行了调整。 但公示的做法也显示出了现在国家体育总局领导班子的改革决心,旨在改变过去被诟并选拔不公开不透明的做法,为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依法治体的要求。 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公示期内,单位和个人聚合对公示对象在公平、公正、公开选拔、竞技水平、兴奋剂、赛风赛季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以电话、书面或其他形式,向国家体育总局进体词、机关系列、驻体育总局进行监察组反应。 以单位名义反应问题的,要交盖单位工厂,以个人名义反应问题的,一般要求署名或当面反应。 反应的情况要实施求是,客观公正。 众所周知,以往不管是国际单向赛事还是奥运会、亚运会这类综合赛事,参赛的中国体育代表团人员,基本都是项目管理中心自行确定,然后直接告知万件。 除非特别情况参赛人员基本没有变化,而由此也多次引发关于国家对选拔人员的不透明争计,尤其是中国体育占绝对优势的项目,水平相当的运动员多,以及谁参赛都会夺贯的前提下。 项目管理中心和国家对教练班子自安成了掌握运动员,能否参赛生杀大权的核心环节,因此难免出现照顾各种关系,高平衡,甚至和别人借此摸取私利现象。 现在这种参赛代表团名单公式方式改变了过去直接公布名单的做法,而且名单也比过去提前发布并公式。 尽管选拔办法依然复杂,但至少在发现了诸如2012年伦多奥运会时,周卷那样水平不够的选手后,可以有机会反映情况,而且反映问题的渠道,不仅只是通过主管竞赛的部门,还有纪检监察部门,名单变更工作还需改变当然。 这次名单公式过程中,因为内容上出现的个别问题引发外界的争议,这其中最引人注意的便是男足和举重对名单。 在此次亚运会代表团名单公布前,中国足协已经先行公布了,参加亚运会的二十几人及选名单。 然而此次总局公式的亚运会中国男足名单却只有二十人,引发外界一片哗然。 甚至有言论认为这种前后不过一天就更改名单的做法,极大的伤害了球员的尊严,除了足球名单变化外。 在刚开始公式的亚运会参赛名单中,赫然可见中国举重队,事实上早在去年10月1日时,国际举队近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举重队出现的三例兴奋级问题,而对中国举重协会再实践赛一年。 即从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10月1日,而即将在亚运会举行的亚运会则是8月18日至9月2日,显然中国举重队还在竞赛期间,因此,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中出现举重队的情形,不抵让媒体恶然,更让举重队内部不解,有队员就表示还在竞赛期呢,不可能去参赛的。 无论是亚运会男足球员人数变化,还是举重队依然上榜,都显示出了目前竞赛主管部门工作上的不足,需要说明的,近两年来不仅体育总局家属的项目管理中心负责人频繁变动,而且机关部分子同样如此。 根据总局最近一次的机关和项目管理中心人员调整来看,高达23名私局干部工作变动,比如近体司,从蔡家东到刘晓龙,再到不久前刚从群体私拼级调来的刘博勇。 当然,对于最初攻势的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名单存在问题的部分,近体司及时进行了更正,并重新在体育总局官网上攻势。 在最新版的攻势名单中,亚运会中国男足名单进行了变更,采用了之前中国足协公布的27人集圈名单,而中国举重队参赛名单则已被删除。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